对于追星族来说 想偶遇最佳的idol 那么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但是机场啊 可机场也是明星偶遇明星的好地方 对明星来说 时间更意味着金钱 本就需要争分夺秒 于是机场成了明星们社交的好地方 明星与明星之间的偶遇 也成了他们抓紧时间寒暄许久 老家常聊IP的好机会 张汉郑爽 已经分手很久的张汉跟郑爽在机场偶遇了 虽然两人 男的同框可为了化解尴尬的气氛 也是各忙各的 并没有什么交流 蒋新赵亚之 蒋新在机场偶遇了赵亚之 两人不仅开心合影了 蒋新还大赞 赵亚之的脸好小啊 女神果然免不虚传 简直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张丽颖张雪莹 生活中没有太多焦急的张丽颖与张雪莹 也在机场偶遇过一次 当日张丽颖身穿牛仔秒变少女 墨镜口罩直面 而一旁的张雪莹 橘色棉服搭配牛仔 口罩下面也难以明星气 两人见面后 赵丽颖一直手扶张雪莹 含有姐姐分饭 黄渤刘涛 记者目击 黄渤与刘涛同一班飞机 抵达上海洪桥机场 因为都坐头等舱 两人比其他旅客率先出闸口 一路热凉 黄渤身着 始终穿衫 带雷蓬款太阳镜 造型感十足 和他并排同行的刘涛 则像说好了一样 穿着情侣装 白T恤 黑色帮球帽 反戴 与黄渤组成黑白配组合 艾克里里无心 照片中艾克里里和无心 都戴着墨镜 无心低着头往前走 而艾克里里没戴帽子 穿着长款衣服不是很厚 抬着头前行 像个孩子 好巧啊 两人同时抬起头 互看对方 艾克里里微微一笑 很满心 沈蒙成一身白色装扮 现身上海机场 切心扬眼 几乎同一时间 唐一新也出现在 上海机场照片中 唐一新身穿浅蓝色 牛仔小褂 搭配一条蓝色长裙 头戴着一个可爱的小帽子 这身装扮也是 显得他非常可爱 两人见面后 也是调皮地互动了起来